总是可以看到我们人间最美 就是春分这个时间 这时间就能够看到我们每一个地方 一个民属 一个文化 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大自然里面 我们能够提早 每一个当下都配合大自然 像我们在华像文明里面所谓的春分 这个时间点也是代表所有的万物 当然就在属于天上的话都已经苏醒 那在佛国里面的当中 这时间我们会透过各地 比如说读诵经典 或者就是说让自己能够透过禅定 来让自己成定 每天重复简单 每天重复简单 拜佛 再来读经 成定 其实都是透过春分这个时间 春分这个时间是最了不起的 当然自己因为有实际的应用 所以才能够感受特别之身 也祈愿透过在醒角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更多的人们 白金家人都能够了解 其实真正的早起 对我们身体整个心存代谢 是加分的 是加分的 也祈愿我们看到吃一片 能够让更多人 能够从自身来好好的唤醒 自身 晚上我们尽量可以让自己 大概九点过后就完全要放松了 放松了 因为大自然里面它的循环 是让我们人来经验 来体验 所以适度的放松 其实是让我们走更长远的 但是放松绝对不是懈怠 是让我们如同这个旋 金跟松都在我们自然当中运行的了